我们从检讨就可以看得出来 组织文灿的检讨报告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民进党没有这个心思 去检讨他败选的原因 就跟当年马英九在2014败选 也没有公布任何败选的原因 然后换得了2016年的禅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12月31号这一天蔡英文将召开安全会议 谈物价然后谈要不要还税愚民 那这一则消息出来民进党欣喜若狂 说我们2024年可以决定大反攻 事实上民进党他只会搞大内宣 那所谓的大内宣 就是说2024要决定大反攻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不用想了 为什么我们从检讨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曾文灿的检讨报告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民进党没有这个心思 去检讨他败选的原因 就跟当年马英九在2014败选 也没有公布任何败选的原因 然后换得了2016年的禅书 我们可以说民进党他检讨败选的原因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只要找四个县市那就可以了 他不必要全台走透透 劳民伤财 然后呢一起做大锅饭 那所谓大锅饭 我把地方的主委 重要的庄角 中指委 统统找过来开会 不必要 他只要问四个地方 这个四个地方本来都是稳赢的 为什么会搞到这种地步 第一个就是宜兰 宜兰你用四个贪污案 土利案 起诉林志庙 这个是你民进党的胜地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宜兰老百姓 把票投给了林志庙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是你的本命区 本命区你都输掉 你怎么可能会赢 这个是一个地方 那第二个地方 我可以告诉各位 台北 蔡英文讲 城市中民调最高 可能赢 况且会大赢 而且绿营的民调 有三份民调 至少三份民调 都证明 城市中一定赢 结果是狂输 各位想想看 这个中间发生什么 是 那台北市民 为什么不领情 你只要去问这些装脚 其实我在十月五号 我讲过 民进党必然崩溃 我绝对不是魏普先知 我也不是民进党的救世主 那我跟 我也不是 民进党的服从者 我只是根据我的观察 说民进党崩溃论 尤其是台北 我讲的最多 不信的话 各位去参看视频 你就可以知道 十月五号 我就讲民进党必然崩溃 一个台北 桃圆我就不讲了 还有一个 各位想都没有想到的地方 嘉义 嘉义也是民进党的胜地 国民党想要在那个地方的执政 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黄敏惠做了十三年的市长 再加上四年 等于是十七年的市长 请问黄敏惠是怎么做到的 民进党 他内部现在召开会议 要开除 他要开除 几个重要的装脚 两个重要的装脚 他们认为他倒戈 那我想请问 宜兰有多少人倒戈 新竹那有多少人倒戈 还有台北那有多少人倒戈 好 这些讲完 我们再来看台南市 台南市民进党选前的民调 说赢20%以上 各位去看看 赢得多难看 台南那也是你民进党的本命区 也是赖清德的本命区 好 这四个地方 请问一下 这个四个地方的败选原因 如果那你找到的话 就是宜兰 台北 嘉义跟台南 只要这四个地方 你败选的原因 那你找到 当然台南是胜选 可是胜得非常难看 你只要把这四个地方的选群 从全面的看一看 为什么是赢得那么难看 输得那么惨 其实看到这种情况 我是非常的痛心 因为宜兰也好 跟嘉义市也好 是我们在从事党外运动的 发源地之一 所以他会被称为胜帝 就是民进党的起家 跟这些地方息息相关 你两个本命区都败得那么难看 那其中一个本命区 你还把别人移送了四个案子 请问宜兰选民是用什么方式来教训 你就不要再跑到其他的地方 只要看这四个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从这个检讨可以看得出来 你2024你还想决定大反攻 那除非是在做梦 那真正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如果那你是小叔 你还可以说 是因为我几个地方做的不好 可是你是狂叔 这些本命区你都狂叔到这种地步 那你还什么检讨论文门 还那个检讨黑金 权力的傲慢 没有倾听人民的声音 这些都是形容词 检讨最不需要的就是形容词 检讨要实事求是 如果不能够实事求是的话 你2024你还想要所谓的决定大反攻 新潮流的朋友们 你们都在做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